人氣話題要來看看 今天是五一連假的第二天 許多民眾把握好天氣 一大早來到和歡山區的 石門山賞度捐花 只是山上的停車場 車位有限 很多遊客都直接把車輛 圍停在路旁 造成了現場大塞車 遠景現在也加強疏導跟取締 也呼籲大家不要隨便亂停車 以免開心出遊 吃上拔丹 車輛一台接一台 等著上山準備一堵度捐花美景 但花還沒賞到 民眾就先被眼前一整排 圍停車輛氣到頻頻抱怨 你等一下走過去看看 整排啊 圍停車你兩邊根本沒有辦法 會車啊 結果來這裡也是在 路邊停車也有問題 想上山卻困難重重 這裡是和歡山群峰之一的石門山 民眾趁著五一連假好天氣 外出賞花踏青 但大批車輛讓小峰口 到和歡山莊路段 成了大型停車場 加上山上停車位有限 許多遊客乾脆圍停在路邊 造成周邊交通一團亂 人多亂山也跟著多 每年四到六月正值 和歡山杜鵑花季 許多人為了拍美照 冒險站在險坡上 員警也因此上山 加強勸導管制 像我們花蓮還有南投 我們這邊都是 我們互相支援 就是在松雪樓 還有石門山 柯南關這邊都設下管制點 在這邊就是單邊放行 然後單邊管制 警方呼籲遊客 不要隨便亂停 以免收到罰單 得不償失也壞了 出遊興致 借陳今夜環的報導